欸 那我先介紹一二級今天有來的幹部 那一樣一二級的幹部幫我站上台上 你是啦 你是啦 長均算了 長均算了 呃 再借我們這次來的只有我們 欸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只有我們四個 我是社長林佳葉 那這位是 我是廟長均 欸 路易斯 地燈看一下 我是王俊元 好 那 呃 接下來等下的表演輕穩的再摸什麼 其實還是由我們大四的人上台這樣子 開啊 好 接下來我要來介紹一下我的學長姐們 欸 大家都看得到那個 頭一幕嗎 好 太好了 那 呃 我先來介紹一下李銀是大五 就是一一級的幹部門 那從官位最大的副社長開始介紹 林欣偉在我們舞台的左邊 欸 你們的右邊 他對大家揮手 大家跟他打個招呼 好 那欣偉在我們這屆 我在大一大二的時候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其實是一個很忙的人 呃 從頭一幕上看到他 五時五刻不在請假 那這也是因為他讀資共系的關係 就是他雖然一直出息率不高 但是他的心一直都在擠壓射 就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那這邊要講一下 有些權力妹可能會不知道就是 我不知道是從林品倫還是詹晨諺出來的 這種爛哏 他們說林欣偉的姊姊叫做欣姐 然後講下去的時候 就只要有人跟她請欣傑說 喔 我就林欣偉的姊姊來打你喔 那什麼之類的 那我們有一次他就被倒帳號 然後說什麼 喔 姊姊 欣傑會來請大家持雞排 所以大家不要討論 林欣傑是虛構人物 他沒有姊姊 沒有吧 對對 他沒有姊姊 這只是虛構出來的人物 好 那他在我們社團主要是KB的當當 就是我們很多的歌 找不到KB首我就去找他 那當然啦 我們這屆有一個KB神 叫鄭偉 剛剛有上台 只是後來他轉學走了 那欣偉也畢業了之後 就很少有人會扛起很難的KB 那這邊我剛好找到一個有趣的影片 是兩個KB當當同台的 他們就 有點小聲 好 那他們在彈的是 瑪莉歐的配樂 好 沒關係 那 聽不到就算了 除了KB當當以外 他唱歌也非常的好聽喔 那他 因為 他除了和聲的音是準的以外 他也會日文 所以有開過日文歌 那也有開過黑名稱三點還行者的人 這些都算是他的成名作 好 然後他是 這個我被人打錯了 因為我忘記 麗爭他們是109級 然後我打成110級 因為我發現 麗爭他們那些都會叫欣偉小可愛 那可能就是因為他 天然呆 然後天真浪漫的樣子 會被大家這樣子叫 對 這是他在快樂打鼓的片段 好 那 除了出群域的問題以外 這不是問題 這不是問題 雖然出群域不高 但他其實是加設的一大戰力喔 我們這屆 從 詹詞燕他們那屆開始 我們社團評鑑都得到 假等或優等 那我覺得最大的幫助就是 欣偉跟品倫 還有詹詞燕他們那個時候把 社團評鑑系統化 然後也做得有條有理 告訴我們大家要怎麼做 那也之後傳承下去 大家給西方一個掌聲 那下一個要介紹的是品倫 這位在幫大家攝影的 大家跟他打個招呼 他是映術系111級的民謠組 民謠組長 這個這些照片 因為我真的找不到他們的照片 所以我有些用他們畢業演唱會的照片 好 那他除了是苗組長 他也是我們的宵夜組組長 那比較有趣的是 這張簽動裡面的品倫 曹全 欣偉跟慧靈 都今天都有在場 所以我就把這張照片特別找出來 然後以及他是我們的九組組長 他很喜歡約大家喝酒 所以可以說我們假設民居力這麼好 他是不可或缺的一大風車這樣子 然後另外他是一個六邊型的戰士 就是我看過他表演所有的樂器 而且他的鼓啊 Bass啊 都是那種頂尖的存在 所以上面的六個 KB我是不太確定他的程度在哪裡 但是加了五個 是真的都有做到一定的水準的 那現在他已經快畢業 已經畢業了 他有新的六邊型戰士 就是攝影 攝影 攝影 還有攝影跟攝影 這不是開玩笑的 因為他現在是真的有在接啊 然後也有自己的粉絲專業 那大家可以去追蹤一下 那大家可以去追蹤一下 他叫做羽工攝影 那加設應該可以打折吧 有打折 有打折 那大家有想要拍照 或者是個人形象照就可以找他 那最後要講一下 雖然說他平常看起來比較上邁一點 但他其實是一個很負責任的教學 就是他負責任到 他可以放棄自己的期末好期送考 來教你怎麼彈其他 另外就是 他很會約一些不認識的人拍團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地方就是 那些不認識的人 他如果沒有人約他開團的話 他就不會練起樂器 像我就是這樣子的人 所以 他有要我嘗過Bass 什麼Angel之類的 那是超過我能力所在 然後他也會手把手教我 所以大家給他一點掌聲好不好 好 下面一個是我們的潮犬 他是映術系的111級活動長 那去年有留下這一句 我不知道該不會繼續留 就是他說他看女生會先看腿 朝鮮在那邊跟大家打個招呼 好啦先不說他的那個什麼看腿之類的 我們朝鮮在我們吉他社真的是人間密賞 就是他就算連彈KB都要幫忙合聲 就是他的他的賞音是在我們吉他社公認的好 大家都會找他來開主唱的部分 那我就想說他甜蜜的真相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你的荷隆會這麼甜蜜呢 那這邊我不知道後面的人看不看得到 就是朝鮮他請假的原因不須多言 就是兩個字約會 真的是我目前看過最甜蜜的請假原因 好啦我不說不開玩笑 就是朝鮮我覺得他除了賞音很溫柔以外 他個人也是非常的溫柔 以我來說的話 我大一下第一次上台彈吉他的時候 就是找他來當主唱 因為他看起來最可愛可情 那也是那個時候他給了我很大的幫助 就是每次我只要節拍談論啊 或者是哪個音就是 音沒有談到醉的地方的時候 他就欸林佳葉慢慢來沒有關係的 雖然丟臉的是我 但是我還是覺得被受溫暖這個樣子 那大家給他一點掌聲 好那最後要介紹的是我們的廖惠玲 那大家如果要在NB找他的話 要打松鼠林才找得到 打亮威里是沒有這個人的 他是一級社會系的網宣 那他是修了兩百學分的超級大忙人 我聽說還有去高一之類的其他學校修課 那可以看得出來就是他跟欣維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他的 不是介綁 他的理由有很多 就是 念短遲動啊 或者是出息率不高的原因啦 不怪你不怪你 你真的很忙 好那也因為他這麼忙 所以他獲得了總統的親任 他是總統蔡英文的總統教育獎 大家開個手 好那他在我們吉他社最經常開的位置 一樣是主唱 有著中山小問方的稱號 就是他唱歌跟他現在右邊的朝鮮一樣甜 那他到了我三年的家嗎 我就一直在想 他為什麼唱歌可以那麼好聽 那有一件事情很值得我們推敲 這個人 看不到什麼東西 這個人大家知道是誰嗎 慧妮休斯頓 沒有錯沒有錯 那我來看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巧合 看不到的話我唸一下 慧妮曾經是樂團主唱 中山大學吉他社的 慧妮呢 他也是樂團主唱 是Michael Zagan 那他們 慧妮有跟總統通臺過 蔡英文的那個總統教育獎 然後慧妮有跟總統通臺過 1991的超級杯開幕 那最值得王位的地方來 慧妮跟慧妮沒有同時出現過 而慧妮跟慧妮沒有同時出現過 你知道嗎 這是巧合嗎 所以我們都說天才會有一定的相似程度 所以大家以後看到他可以叫慧妮休斯頓這樣子 然後最後講一下 他是真的很像媽媽的一個存在 他算是我吉他社第一個認識的學姐 因為他是我家媽媽 所以他從以前 到我大一一直在出球的時候 他就一直安慰 你家裡沒關係啊 別人聽不出來 至少是聽不出來 然後到了大二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換了一個口容場 叫做不愧是我兒子 我當上活動 欸家裡當上活動 不愧是我兒子 欸家裡去參加賢萬賓 不愧是我兒子 欸家裡當上社長 不愧是我兒子 就搞不好之後我不知道他在誇我 還在誇他自己這樣子 但也是這樣子的母愛光輝 讓我覺得佳社的家爸媽制度 是一個很很棒的一個傳統 所以我到大二的時候也是 以他為目標來當一個新的家爸這樣子 好那大家給他一點掌聲 好那這就是今天有來的 喔還有一個陳柏全學長 因為我是今天才知道他會來 所以大家要跟他打個招呼 好那我的介紹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